大过年到哪 人人互相扮演 沾起气 讲好话 不过在深圳 竟然有保全人员 借此向驾驶讨红包 大陆媒体加班游客进去 发现情况很普遍 免费停车场保全却坚持 百万年才能进去 意思是不给钱 别想停车 让不少驾驶无奈掏出红包 不过夸张的是 有的还有最低收费 10块了 他一定要22张 10块钱 洗不下停车费的 你到底是红包还是停车费 我会信红包 停车得先给红包 大陆过年乱象 频频被民众抗议 公园管理处的负责人 强调会严查并开除收红包的 保全人员 记者综合报导